大家好,我們現在來到多倫多的Downtown 今天為什麼要過來呢? 就是其實很多我們的客戶朋友 他們移民後都會想知道 有什麼生意可以投資 或者來了之後可以做什麼 剛巧我今天就和我們的partner Ega Channel的Edward和Edmond Hello,跟大家打招呼 多謝你們兩位 今天專門帶我來看一個 在多倫多Downtown的一個 叫做on sale business 買賣生意 他專門做印刷和招牌 稍後我們的owner會帶我們參觀一下 我們就去看看 好,一起走 來吧 你介紹一下吧,Edward 好 這個整個店大約2500呎 它現在前邊那一段 就分租了給人去做一個畫廊 因為它不需要這麼大的地方 後來這裡基本上 它就有印刷機 那些cut的貼紙機 那所有東西 這個買賣生意裡 其實你眼見的東西都會包買的 所有的furniture equipment 那裡有很多tools 那些其實都會包買的 那其他那些inventory 那些furni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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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為什麼owner會想賣這個生意呢? 很多時候我們買生意裡的問題就是想問 為什麼他會想轉讓呢? 那owner說到其實他做了這個公司30年 那變成他其實在退休 他在計劃退休 那他又覺得如果就這樣 關掉他就浪費了 因為他有很大的furniture 有很大的network 那變成他看看有沒有那些真的有興趣 想接手這本生意的 可以繼續做下去 那他好像真的有一些年來 那其實很多外國人都是他有個生意經營了很多年 他未必有下一個會接力的 那都會出手出力 那還有始終他裡面很多的設備都是買斷了的 是 都投資了很多日 對 投資了很多東西 那變成他如果有一個買家可以繼續經營到的 第一就不會浪費了他的心血 那第二就可以繼續經營下去 繼續賺錢 那叫做兩邊都有好處 但是如果自己做 需要一些經驗呢? 或者是真的要懂這些printing 其實他們就是會提供那個部分的 會幫忙把我們的新移民來做 是的 一般生意其實他們要帶你入行的 是的 所以變成一個公司也很好 都說其實可以帶著你三個月的 噢 帶三個月這麼好嗎? 是的 所以就教你怎樣用他們的器材 是的 教器材一樣 另外另外他出去見那個客人去做一件事 他就會帶你去 介紹給你給他認識 因為其實這個網絡是日與日之間 是的 那變成了他就會介紹一個新移民 然後 他們在City這裡主要的客戶是甚麼機構 或者是甚麼 其實呢 因為他這個location 他做了 即是這個location都做了十幾年 是 變成了他們是 所以主要是大部分都是下廳的客戶 而下廳的客戶 而下廳的客戶 其實在這個四周 我想四五公里之內 其實都沒有另一間類似的公司 所以呢 譬如U of T 是他們的其中一個大客戶 多倫多大學 是的 多倫多大學都找他們印來的 是的 或者是有些甚麼展覽 譬如車展 或者是那個Toronto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那個電影展 國際電影展 其實他有這些活動 有很多客戶都會找他們做Proof 做Banner 做一些很大幅的Banner 他們主要是做大的印象 我看到他們的桌子也很大 他們叫做Wide Format Printing 那即是他都有很穩定的客戶 一直在合作 是的 所以接手下來都不用擔心 會不會很難找客 這個就是買生的好處 讓你重新去開一間 第一 你未必熟 第二 就是他已經有一個網絡 你接手了 就不怕開頭幾年都要搜 或者沒有錢賺 還要自己找客 那就是頭痕 是的 還有那個Location 我也想說回 因為其實Downtown這附近 方圓四五公里 其實都沒有這類型的Printing 那這些Printing 因為比較大型 所以他們做了Delivery 所以變成在這四五公里內 其實要找一間其他公司 跟他們參加都很難 是的 他們又提供生產 印刷 又送上門 是的 但是設計呢 通常他們設計好給他們Printing 設計呢 你現在看到他那邊有個電腦 有個設計師 即是如果客人本身 已經是有一個設計了的東西 那他可以直接傳過來給他們Printing 但是如果他不是 他現在正在想哪一樣東西 就是他們需要一個設計呢 那其實他們有一個設計師可以做 那也挺好 肯定要有設計 我覺得 因為有時候可能的尺寸也要調整 是的 或者做出來 又要改 你沒有一個設計師 其實都改不了 是的 很多時候傳統我們說 人們來到就以為 做餐飲 零售 最簡單 其實做這些專業一點的生意 我覺得反而是更加 更加有競爭力 更加好 是的 而且這些生意 其實因為像Edwin所說 其實已經蠻長了三十幾年的歷史 所以變成了 在 profit 的穩定性都會很高 那大概這個生意現在的營業額 還有有多少個staff 大概的營收是怎樣的呢 這間printing house 其實今年就算是covid的 也有14萬的營業額 其實19年前 它還更高 可以去到三十萬以上 一年 大概三十萬的營業額 是的 其實它的租金 其實就是四千元一個月 一年大 這裏是四千元嗎 是的 很大地方二千尺才四千元 而且已經包滿了所有東西 就是四千元 即是包這些電 水 或者是暖氣實有 水 這些都包滿了 那租金真的沒有什麼壓力 如果四千元 因為它其實在這個位置 已經十幾年 那工資呢 其實工資本 就是大開需要的人 是的 其他雜費 加上曬 其實這條生意 就算是covid的環境 大概是四萬元 一年都可以有四萬元 一年都可以有四萬元 是的 所以其實在covid 現在的環境 以它們現在的賣價 大概三點五年 就做到一個環境 三年半都可以有回本 是的 那那個價錢大概 可以透露一下 其實我們在叫十八萬九 十八萬九加幣 是的 但是呢 就有價格的 那就是百多萬港幣 所以為什麼我們說三年半 可以不可以 其實說價錢 其實就差不多 是的 我覺得對於我們的朋友來說 如果移住民過來 其實都不是想著 撿上手退休 是的 都是要找些細藝 或者要做一些事情 可以有一個ongoing income 或者一些收入 這個生意都真的可以考慮 那如果通常在這裏 買買一個生意 那個手續要怎樣做 會不會很麻煩的 是不是都要找律師 還是怎樣做 其實當然要找律師做 是的 但是本身 譬如你真的開一間公司 你沒有公司的 那就要找一個會計師 通常我們找會計師 去開一個公司 是的 那處責了一間公司 那是有一個 做些什麼的一間公司 那跟著其實用一個公司名 就可以買這個生意 哦 等於用一間公司來 直接takeover 他原來的租約 是的 因為如果你做生意 很少人不知人 通常都會先註冊 你先註冊一間公司 是的 然後就可以買了你 那跟著其實 所有的document 所有的過程都找到律師做 很簡單 所以都應該很穩陣的 是的 還有之後其實 所有的東西都會 原本owner 會帶著你去整個過程 起碼有三個月的training 對 所以就不會說 不知頭不知路怎樣做 這樣不會有這個問題 所以沒有經驗都可以 是嘗試做這個生意 他那時候買回來 30年前 他也是買別人的公司 他也是沒有經驗 是的 那真的很多年了 可以繼續傳承 是的 沒錯 所以對於我的新移民 其實都很適合 因為其實如果想搞回生意 由 start from scratch 其實有人帶著 也是一個很穩定的profit 其實都 可能都很適合 是的 我們可以再多看他們的一些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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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再多看他們的設備 其實主要的printer 就是所有的大型的印刷 都是用這部機器去填 對 包括是banner 或者是那些筷子 加入的筷子 這個就是我們中文叫做 那些banner的筷子 即是說你招牌上面有些字 或者可能全窗上面有些碟字 要加一些字 就用這個東西去加 是的 這個就是一個cutter 即是他們要切割的 因為你沒理由用一個切刀 這樣切的 這個就是一個大的叫做cutter 看它要什麼size 對 要什麼size 按好位置 它裡面還有很多工具 對 還有很多hand tools 這些是for installation 對 對 對 這部呢 就叫做laminator 哦 過膠 對 即是整個膠面 它就用這部東西 會醃的 接著壓下去 就會有一個防水的膠面 看來他們主要是做一些poster 還是都會做一些書籍 這些東西 他們小的東西不做 譬如你印卡片也不做 是的 當然它會接它 可能會給它做 哦 給其他工事做 它不會turn over 是 但是如果它這裡in-store 做的東西 in-house做的東西 它都會判出來做 是的 譬如它 它後面好像有一些 那些膠面 其實它們的膠面 它都是判出去做的 是的 譬如這些 有些招牌是會鋼管 像鋼管 那樣 這些它們判出去做的 哦 尼龍羹箱 但是它們會做installation 對 幫忙裝上 可能會配合一些圖 或者什麼 製作的東西 是的 這個 這個就是鋸欄 對 大鋸欄 因為很多牌 它們都要用一個pok frame 所以它們在這裡做 哦 因為你除了一幅畫 還有一幅圖 還有一幅畫 還有一幅畫 對 這裡也有很多工具 另外這裡有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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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們有很多這些工具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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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都會包穩 所以基本上 如果新賣加賣 其實都不用再 invest 其他一些設備 因為它都會跟著這些 需要的equipment 是的 所以就可以直接接手 甚至跟接手去的客人 是的 直接可以打開門做生意 是的 Edward和Edmond 跟我們介紹了這個 這麼棒的生意 如果大家對於這個生意 有些任何疑問 歡迎大家聯絡我們 那我們 我們可以直接 介紹Edward和Edmond 給大家 讓你們了解更多 又或者大家想了解 什麼行業 或者加拿大的生意 都可以contact我們 我們都可以幫大家去找 和發掘的 好 多謝大家 拜拜